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冠星厌照门事件让演艺事业重创 经过许多年她也熬过来了 更成家立业当了吧 她最近接受访问竟然吐出她想退休的想法 让大家非常震撼 厌照门后陈冠星专心经营她的潮牌 现在在国际间她的品牌也有一席之地 不过结了婚有了女儿之后 让她的想法大改观 时常会在网上跟大家分享 女儿成了名副其实的赛娃狂魔 官室不公的样子也收敛很多 她坦言现在有了孩子之后 整个想法都不一样了 即将满40岁的她 因为想多陪伴女儿 萌生了退休的想法 房贪之间更是透露对女儿满满的爱 这浪子回头的故事 印证了人真的会长大 非凡娱乐这里报导